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你看這顆SSD超小的 欸,可是別看它這麼小一顆喔 它可是USB 3.2 Gen2的規格 能夠達到1000Mbps的速度 雖然它並不是我用過最小顆 也不是重量最輕的 但它絕對是這些小型的SSD當中最堅固的 也是唯一有做到防水防塵的 不過它的價格也是蠻貴的 那到底貴在哪些地方呢? 這顆是Envoys Pro Electron 它前一款是Envoys Pro EX 按照大多廠商的邏輯 如果今天推出一款比較小顆的 通常就是後面加上後墜Mini 感覺就是叫Envoys Pro EX Mini 其實很好理解也很好聽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系列呢? 簡單整理一下優點 外觀超級好看的 那Envoys Pro EX它是完全無印的設計 做工和手感也非常好 十分堅固 還有IP67的防水防塵 散熱也很棒 那缺點就是價格比較高 接近2000塊 但是在2TB 4TB這麼大容量 SSD現在的價格都要上萬塊的情況下 其實外接盒才2000塊 相較之下外接盒2000塊其實也沒那麼貴了 所以EX一直是我心目中名列前茅的外接盒 而Electron厲害的就是 它基本上延續了EX的優點 身體雖然變小 頭腦依然靈活 真相永遠只有一個 但是體積重量都大幅降低 價格還便宜一點點 外觀依舊有著超有科技感的簡約線條 平常工作用這些SSD都會覺得 用OWC的SSD傳輸資料 是一件很有未來感的事 這次包裝外盒 設計上就非常像Envoys Pro FX 就是同時支援Thunderbolt 3和USB的SSD 就是我們之前有開箱過的 偶爾個人是比較喜歡EX那種白白淨淨的包裝 不過似乎近期OWC的產品都是走新的這個風格了 像之前Sunderbolt 4大顆也是相同的包裝設計 Electron的整個包裝重量僅僅232公克 開箱過程中我也發現 這次好像多了一個一年的Arconys的序號 我記得以前是沒有的 可能是這次才新增的 那如果你有用過Arconys你就知道 它其實非常好用 因為它可以幫你clone整個磁碟的資料 看了網頁上面的介紹OWC這個版本也是有clone這個功能的 打開包裝後第一次看到Electron 真是讓我蠻驚訝的 比我想像中還要小耶 真是太厲害了 目前我用過的小型SSD當中 Electron它不是最小的 甚至它可能還是最大顆的喔 而且還是最重的 但是堅硬的CNC外殼 除了保護力超強之外 散熱也會有很好的幫助 它用的SSD也是比較好的 我們後面會拆給大家看 以這顆2TB來說 是目前最大的容量版本 重量是90公克 價格是12180 在Mac以Blackmagic測試 寫入大概是900MB 讀取在850-900MB之間 而以Asia的測試 讀寫也都在850-900MB之間 在Windows以CDM測試1GB 讀寫都超過1000MB 而以4GB的情況下測試 速度也差不多 以70-30的混合讀寫模式 也有684MB的成績 表現不錯 接著進入到拆解環節 與EX相同 先撕開底部兩條 用雙面膠黏著的腳墊 接著用新型螺絲起子 就可以卸下機殼上面的4顆螺絲 並把它底蓋拿起來 映入眼簾的 就是一條2TB的M.2 2242 SSD 主控為Pheizen的PS5013-E13 為Rainlist的設計 儲存顆粒為頭緒把的 情號我們就打在畫面上 與以往的設計類似 你只要背脫一把新型的螺絲起子 就可以一次拆解到底 中間都不用更換成十字起子 所以還不錯 線下主板後就可以看到 USB-C的周圍有防水膠圈 轉接晶片與EX相同 是Smedia的ASM2362 像Electron這麼小顆的SSD 因為攜帶非常方便 我會更優先用於USB-C的手機 還有平板的傳輸需求 實測用在ZenFone 8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不過也提醒大家 目前大部分市面上USB-C的手機 通常都不會是USB-3的 如果要USB-3的要特別查一下 所以速度並沒有辦法 完全發揮Electron這種1000Mbps的速度 隨附的線材其實也蠻不錯的 USB-C to USB-C 其中一端還有USB-C轉USB-A 這樣一條線就可以確保 在大多數場合都可以連接的上了 而且外掛的USB-A部分 它的線生本體是活動的 那麼就不容易斷掉而遺失 不過市面上有很多USB-C to USB-A的轉接 是可以做到很小的 我會希望OWC可以把這個做小一點 還有超美的指示燈 這要特別說一下 市面上平價的SSD外接盒 有的就是在殼上面開個孔 讓板子上面的LED直接透過去 所以當眼睛指示到那個LED的時候 就會覺得那個點很亮 而OWC近年的外接盒都是長條形的燈條 裡面是藉由透明塑膠把光源打散 因此燈光就非常柔美 再補充一個小細節 如果你有用過他們家的外接盒 那用完SSD的時候 在電腦退出但是不要拔線 你就可以觀察到它的燈光 是漸強漸弱的呼吸燈 這差異就在於 一般外接盒就是亮暗或是閃一閃 告訴你它在動 而OWC的SSD則是溫文有感情 告訴你它正在待命 它又不會吵你 所以前面說用OWC這樣的產品 就會有一種未來感的小細節 除此之外 Electron還有一個進步非常棒 就是它的表面處理更細緻的 嗯 講更細緻 不許在螢幕前的你很難體會 那我換個說詞 就是更加平滑了 很多產品表面噴砂都會做的比較粗 摸起來顆粒感就會比較大 如果做平滑一點 摸起來就會順手非常多 當然粗和細也要看用在什麼地方 看設計師想要表現出什麼樣的手感 沒有絕對的好壞 只是在SSD外接盒這件事情上 通常我會覺得平滑一點會比較好 或是筆電也是如此 例如MacBook以前 Thunderbolt 1代2代的外殼 跟現在USB-C款的外殼就非常不一樣 新款的都比較平滑一點 摸起來的手感就更舒適 自從以前用過EX之後 我就對OWC能做出這麼美 這麼堅固的外接盒給予高度的評價 所以當看到Envoys Pro推出新款的時候 像之前推出FX 這次推出Electron 我都會抱以極高的興趣和期待 這次Electron 實際使用後效能和散熱都非常棒 完全是無可挑剔 個人想吐槽的就是這個外觀 上面印的OWC的logo 還有USB-C印規格 我認為這兩樣都是多餘的 尤其像OWC的logo都已經開始掉色了 實在是化色添足 我會希望它可以像EX那樣是完全無印的設計 那就會是最好看的了 請求OWC未來可以採納這個看法 那回到務實的選購層面 Electron的價格其實跟EX差不多 2TB大容量版本也才差個幾百塊 其實可以忽略不計 如果你只是想買PCIe Gen3 by 4 M.2 但是是特規的2242 SSD OWC也有獨立販售這種SSD 那價格就比Electron再便宜一點點 不過保固卻有達到5年 特別是對於要改裝平板 或是部分比較特別的筆列 就會需要使用到 至於你可不可以買Electron自己拆出來用呢? 誒,懂得都懂 但是後果自負 Electron的全機是保固三年 Electron更適合有小巧攜帶的使用場景 像是手機或平板電腦 或是我想到可以架設在相機上面作為儲存 不過目前沒有測過相機能不能夠支援 所以還請大家指教 但如果是放在公司或是室內的團隊協作上面 其實我會更傾向選擇EX 因為外觀我覺得更好看 當然最重要的是2280的規格更加主流 通用性也更高 也有4TB或是未來有更大的選擇可以自己DIY 或許也是市場定位的不同 Electron雖然有對應單獨販售的Aura P13 但卻不像EX有獨立販售外接合 畢竟市場上2242的SSD選擇還是非常少 片尾和粉絲分享一個好康 畢竟我想會看到這裡應該是我們的忠實觀眾 除了訂閱Enterbox 蝦皮有很多達到骨折的優惠 大多是我們二手開箱品 也有一些是全新品 那知道的人非常少 好啦,製作內容不易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我們下期再會 接著再引擎 Ehtida